这个谢大饼他是在一个 Wireless Chipset Company 当初是Bell Labs 的一部分 这个公司名字我一下忘掉了 Anyway, It's a Small World 就在一个船上,你新认识一个朋友 居然都有共同认识的朋友 非常有趣 在欧欧还有郭庆余 郭庆余我也打电话给他 跟他有很好的一个conversation 郭庆余他当初在高三甲班毕业的 我对他做了一番Google research 发现他在学术学的成就真是非凡 非常非凡的成就 他还拜访过白宫 在白宫里还拍了照片 我想,这些照片都post 在异图中的网页上 大家都有看到 那么 还做过工学院的院长 这些非常了不起的 position 这是在美国中部 美国中部还有 如果在南边的话 有德州的Texas 那个Dallas 徐良荣医师 很谢谢梁荣兄 这些日子来 他记得很多的照片 还有他的文章 有关他的文章 之类的 报纸上的之类的 所以 非常感谢他 我们 觉得他成就非凡 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在 恭喜他 在德州呢 另外还有一位 叫做 李俊吉 李俊吉 Patrick 李 是我们李家的 他是 他也是越南乔生 他的太太是泰国来的 所以他 我想台湾 大学毕业之后 他到 到泰国 去的那段时间 然后从泰国 到美国来 那么在 石油 石油这个工业 有相当好的成就 相当好的成就 我也跟他有一个 非常 pleasant 这个 phone conversation 这个在美国 我谈到这个 在美国东部和美国 中部 等地方的这个 同学 打电话 跟他们 向他们致敬 向他们这个 问候 say hello 现在我们谈到美国西部 在美国西部呢 我跟这个李真寿 打了个电话 那时候我们找到这个李真寿 他那时候 他那时候刚好 travel到什么地方去 他是住在这个 美国境内的 Vancouver 是美国境内 有个Vancouver 他住在美国 Washington State 那个是李真寿 那在朝南边 这样下来的话呢 在家座北边有这个 当然曾文守 我们已经谈过了 曾文守 还有 张兆康 我们谈过了 另外就是这个 那个 庄天玉 那庄天玉呢 他写了一些 关于他在 美国跟台湾的经历 我都有把它放在 一个网站上 跟大家共享 那我读了以后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那么 你可以看到他的一种 honesty 还有一种sense of human 那么 这次在南加州 北加州 都有看到他 那么 隔一段时间 我们会打电话 我觉得 相当的好 相当的好 那在南边 我已经谈过了 这个苏贤二 苏贤二 还有其他的 一些同学们 除了苏贤二 在更南边呢 就San Diego那边 有苏贤二 住那里 除了苏贤二之外 还有林凡南 林凡南是我初中同学 林凡南 前次本来 他是要来我们 南加州的小聚会的 不过他那时候演技开到 所以 没有来 我希望他那个 演技已经好了 这个 God bless 那么 在南加州 除了最南边的San Diego 就是我们这个 GREATER LA 这附近 我想前次 已经谈到了 这个 女子独啊 徐景帝啊 傅瑶喜啊 张明琛啊 黄振文是在这个 Torrance 我跟他也打过电话 后来也见过面 Torrance 他也在美国 跟这个 台湾 他住在台 台中有家吧 在美国台中之间 飞来飞去 前段时间 我跟那个 OK 在那次这个小聚会的时候 我们见到这个 梁振极 梁振极是后来 不是主中毕业的 不过他也是 也是主中的嘛 像树一振一样 虽然不是在 主中高中毕业 也是主中的 那梁振极呢 他退休了 不过他在 帮他自己的儿子 在做 Marketing 他们一种的这个 一种这个 把 比方说把 美国的这个 媒体 像这个电影 这样的东西呢 把它convert 成为这个 online game 那么 所以 这是一种 business 是一种 hardware software online gaming 的一种 这个 server 这个 service 这么一个business 大概是有蛮好的 前途的 这是梁振极 除此之外呢 就是 前几天 我打了电话 给 给这个 郑荣正 很高兴 几十年以后 跟他在 电话中聊天 这个是 在美国 我 打过电话的同学们 好 啊 好 好